追梦的美好 不是你在这个世上找到了什么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明白什么是不可能丢弃的 我们凭着纯粹的热爱和渴望 站在不同的舞台上 追逐着同一个青春梦想 奋力一波 因为那时候的我 才像我 李大钊先生在青春里写道 以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